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过去24小时战场上没有明显变化 残酷的阵地战持续进行 乌军在顿捷茨克扎布热方向朝亚速海缓慢推进 重点发挥远程精确打击强项 以消耗俄军有生力量为主 俄军依托坚固防御攻势坚守不推 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 视频画面显示克里米亚大桥冒出浓烟 俄方回应 防空系统击入了三枚乌克兰导弹 克里米亚大桥没有受损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大反攻中取得战术上的重大进展 部队向南推进了约16到19公里 切断了俄军的补给线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穿过斯塔罗马玉斯克村前往别尔江斯克 并进一步的前往梅里托布尔 这一进展在战术上很重要 因为俄军的重新部署将进一步的削弱防御 为乌克兰的突破创造机会 这个突破可能是决定性的 每英里的推进 乌军都对俄罗斯的贡献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乌克兰战地摄影师组合称 前线没有好天气坏天气这种说法 当你生活在掩体里 与敌人的距离以米计算时 无论是40度的热浪 凉风暴雨 还是柔和的春阳都没有什么区别 你每时每刻都在求生 据新闻周报报道 周四一名俄罗斯军官叛逃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立陶宛 请求政治庇护 俄罗斯军队中 俄罗斯军队中尉伊万科罗料夫越境进入了立陶宛 他表示他在一周前的8月3日做出了叛逃的决定 不再希望参与对乌克兰的血腥战争 他表示8月3日我决定离开俄罗斯联邦 因为我不想参加我的国家发动的血腥战争 目前我在立陶宛共和国 我在那里请求政治庇护 他说他继续说道我参加了特别军事行动 但一直留在俄罗斯联邦境内 我没有去过乌韩领土 我们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弹药 并将其直接分配给了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 俄乌战争爆发第536天 乌韩总参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共有56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25.39万人 其中包括三名现役中将 至少11名现役少将 另有两名退役重返战争的空军少将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三辆坦克 11辆装甲车 5套防空系统 20辆油罐车和后勤重卡 一套特种设备 19门火炮 三架无人机 在上个月举行的维尔纽斯北约峰会上 与会国领导人 就乌克兰安全保障问题的框架达成一致 具体细节仍然在讨论中 据报道 总统办公室主任 伊尔马克表示 昨天乌克兰开始与英国进行安全保障问题解决方案的谈判 伊尔马克指出 当前乌方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与峰会上同意方案 框架的国家签订双边协议 据经济部新闻处报道 在昨日的内阁会议上 政府批准在未经国家出口管制局许可的情况下 进口陆军军事装备的零部件和战斗机的组件 经济部部长斯维·李登科表示 该项决议将显著加快军事装备的恢复速度 也能促进更多企业加设维修军事装备的工厂 据报道 乌克兰国家边防警卫队 受到来自荷兰的六辆移动医疗车 除此之外 荷兰代表还对警卫队医疗人员进行了关于 如何使用设备的培训 警卫队医疗队加弗拉申科上校表示 荷兰提供的援助能更快的对伤员进行治疗 让乌军的支援部队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据全国抵抗中心的说法 在赫尔松临时备战地区 俄军计划清点所有的乌克兰平民财产 抵抗中心称 俄军以清查是否带走了俄方财产的名义 清点了乌克兰百姓的动产和不动产 而一旦认为哪里有问题 就会被没收这部分财产 并表示会把它收归至国家 欧盟已向乌克兰交付22万枚炮弹 欧盟已发言人周五宣布 欧盟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 22万3800枚的炮弹 这是欧盟军援乌克兰炮弹计划的第一部分 今年三月份 欧盟批准了一个价值20亿欧元的计划 这一计划是要从成员国的军火库中 拿出100万枚 155毫米的炮弹援助给乌克兰 在这一20亿欧元炮弹计划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从2月9日到5月31日 欧盟已经拨给成员国10亿欧元 相当于计划的大约一半 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似乎远远的达不到 明年春天前生产100万枚炮弹的目标 2月份时 一些欧洲国家就在怀疑是否有能力提供100万枚炮弹 8月11日 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腾丘克宣布 允许登记后的商船经由临时路线抵达乌克兰 据他介绍 尽管目前海上运输的风险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但乌克兰武装部队会尽其所能护送海域上的船只 至于登记的相关细节 后续官方会发出正式通知 曾遭受战火破坏的马里乌克尔亚素钢铁厂 已被卡德罗夫控制 该公司原本属于乌克兰最大的采矿和冶金集团 现在钢铁厂的入口处出现了卡德罗夫的头像 并有阿赫迈特就是力量的大幅标语 阿赫迈特是车臣武装部队的名称 稍早一些 据BBC报道称 俄罗斯商人瓦尔德·科查金 获得了亚素钢铁厂50%的股份 这位瓦尔德·科查金现年不过25岁 哪来的福气拥有一家钢铁厂 不过说到他的父亲你就会明白了 其父乃车臣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副部长 瓦西特·格里安·梅杰夫 格里安·梅杰夫家族是小卡德罗夫的忠实爪牙 其能控制亚素钢铁厂一半的股权 是对卡德罗夫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奖励 亚素钢铁厂的另一个股东 名为阿拉什·达达·肖夫 同样与卡德罗夫关系密切 是莫斯科·阿赫迈特·勃吉俱乐部的老板 还在伪DPR共和国等地拥有产业 瓦尔德·科查金和阿拉什·达达·肖夫两人 能拥有亚素钢铁厂的大部分股份 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对冶金有兴趣 而是卡德罗夫本人的白手套 很合理的推测是 这两年轻人根本就不具备 好好经营企业的才干和兴趣 而小卡德罗夫更顾不上 他们所做的一切 无非就是把这家钢铁厂 目前还剩的一些资产吃干抹尽 最后轻松的一丢了事罢了 另外前不久 法国达能食品公司退出俄罗斯后 克里米林工就把达能俄罗斯分公司 送给了卡德罗夫的一个侄子 很让人惊讶的操作吧 不过这在俄罗斯根本算不了什么 比较让人叹为观止的是 新闻里的这段话 整个车臣有30%的官员 是卡德罗夫的亲戚 另有35%的官员 是他的同村老乡朋友和朋友的亲戚 卡德罗夫积极支持俄罗斯政府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不仅仅在于其对普京本人的效忠 也有着巨额经济利益 尽管车臣在全额85个联邦主体中 经济排行倒数第二 但卡德罗夫家族显然不缺钱 各类奢侈品随处可见 不过车臣老百姓的日子 那可就相当艰苦了 原因也特别简单 你能指望这些官员或者企业经营者 把他们该做的工作做好吗 不可能的他们最大兴趣是往上爬 所以只会花最多的时间到处钻营 哪里会为老百姓的生活费脑筋呢